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引起各界的关注 最后我们还要和你一起来了解 日本3月3号女儿节 首先我们来谈谈美国的大风雪 已经进入3月了 春天的脚步应该慢慢接近 但是受到异常气候的影响 美国还是闻不到春天的气息 天气还是冷冰冰 美国东部地区再度受到大风雪的侵袭 华盛顿DC 费城 鲍尔蒂摩等大城市 都再度陷入冰封世界 维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 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除此之外 联邦政府也宣布关闭许多联邦机构 而参众两院也被迫停止开会 使得原定的议程被迫延期 而学校也宣布停课 公共交通暂停服务 两天下来有将近5000个航班被迫取消 交通秩序是一团乱 这场暴风雪 已经使得美东地区的积雪 达到15到25公分 气温也骤降到零下10度 预计全美将有上亿人受到影响 又是风雪交加的天气 今年第五波暴风雪 袭击美国东北部地区 雪岩 颤子 除雪机 铲雪车 硬硬风雪天的全套配备又再次出动 却还是不敌暴风雪 美国首都华府再次陷入冰风 街道上空荡荡 想要揽记乘车还得要碰碰运气 受到冷气团影响 花府三号低温只有零下13度 打破141年来同期的低温记录 积雪更有25公分高 联邦政府和学校被迫关闭 国会山庄也暂停议事 时序已经进入三月 竟然还出现暴风雪 民众也感到意外 其实在三月三号星期天 美国东岸各地 气温都还在四度到十度左右 不过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后 大约24小时内 东岸气温就降到零度以下 气温骤降甚至比往年平均温度低了15度 这波冷空气范围绵延2400公里 从科罗拉多州到东岸的麻州 都笼罩在风雪当中 大雪夹带冻雨 已经有五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中南部地区一度有高达四万多户停电 恶劣的天气打乱生活节奏 连采访记者已遭残 残雪车呼啸而过 鸡雪溅到记者身上 实在有够狼狈 风雪天路况不佳 道路结冰湿滑 车辆走走停停 德州州系公路上 车楼绵延24公里 不少汽车抛锚 根据统计 这波暴风雪引发的交通意外 已经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空中交通同样大打劫 机场跑道上厚厚的鸡雪 轻也轻不完 短短两天内 美国各地有将近5000架航班取消 约7000架航班延误 海陆空交通瘫痪 民众怨声载道 这时候就只有小孩子最开心 趁着风雪稍稍停歇 把握难得的时光 和家人朋友一起玩雪 美国这个冬天 暴风雪接连报道 大家都快冻坏了 许多民众应切期盼 春天能够早日来临 只可惜气象专家表示 这波冷空气到5号以前 都还会持续发威 想要见到温暖的太阳 美国民众恐怕还要再等等了 美国最近几个月的天气都是湿冷酷寒 这对身体是很大的挑战 民众应该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 接着我们继续来探讨乌克兰的政治群势 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之后 使得乌克兰的政治局势更加混乱紧张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说法 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 公然向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守军 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在3月4号早上5点不投降 就要发动军事攻击 而这种最后通牒的传轮 马上遭到俄罗斯国防部的否认 让世人虚惊一场 不过乌克兰东南部俄语区 都出现反乌克兰的社会活动 这无形之中 更加助长了俄罗斯武装干涉的企业 让乌克兰的内部紧张更加严重 因此普廷弃定神险的军事视察 15万大军的演习 并且把驻守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 增加到16000人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有长期控制 克里米亚的打算 面对军事强权俄罗斯 乌克兰的16万军队 根本就无法抵抗 而西方国家又不敢贸然 和俄罗斯正面交锋 因此在军事上 俄罗斯明显占有优势 整个军事群势的发展 将完全操控在普廷手中 而能够影响普廷的变数 看来就只剩下西方国家的震惊制裁 但是要把俄罗斯贴出G8 八大工业国组织 这对俄罗斯的威胁好像不太大 因为只要俄罗斯还是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那么俄罗斯对国际事务就还是拥有呼风范雨的影响力 而在经济制裁上 欧洲国家相当仰赖俄罗斯的能源 特别是德国在准备费核的结果眼上 俄罗斯的能源是特别重要 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阵线 能够执行多彻底持续多久 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措施没有胜算 那么另外一个 也许是最后一个希望 大概就是5月25号的总统大选 如果能够选出一个代表 反俄和亲俄利益的新总统 那么才能够化解危机 照理说赛凡堡的乌克兰海军 应该都已经撤退 但还有两艘乌克兰巡卫舰卡在港口 被俄罗斯四艘军舰包围 昨天乌克兰海军将领便捷投靠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已经驻军1万6千人 对着克里米亚岛内的乌克兰军营 发动投降劝说 果真不非一兵一卒 俄罗斯基本上已经拿下 克里米亚岛上的军事设施 乌克兰新政府与欧美国家 一状告上联合国安理会 但是俄罗斯大使 收拿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信 说自己出兵合理 亚努科维奇说 乌克兰正兵临内战 在西方国家的强力影响下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所以希望俄罗斯总统普廷 使用军队维持秩序 一封求救信 想要敷衍堂塞出兵正确性 当然不可能 即使真的是亚努科维奇所写 如今也很难说他能代表乌克兰 但普天也量西方国家 雷声大雨点小 军演照常举行 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 克里米亚岛 因为这里可说是俄罗斯史上 西境的关键地区 克里米亚本身有互称河的意思 他在14世纪 成功替东欧阻挡了伊斯兰政权北清 19世纪俄罗斯企图入侵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 西欧列强群起抵抗 但战争却打在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战争 被称作是全世界第一场现代战役 白衣天使南根格尔 就是在这场战役中 发现野地意愿技术与设备不足 所以致力于改良 并在伦敦成立世界第一所护理师学院 二战后 赫鲁雪夫将克里米亚岛送给乌克兰 将半岛与乌克兰东南部的厄语区 绑在一起 成为亲俄政权最有力的后盾 如果克里米亚岛真的分离归俄罗斯 乌克兰境内的厄语区恐怕难以抚平 克里米亚岛成为俄罗斯进退通吃的筹码 将局难解 乌克兰能否撑得过去 乌克兰今年债务高达130亿美元 预计2015年会有160亿美元债务到期 还不出钱 乌克兰财务只要几周就会崩盘 国际基金可能会伸出援手 目前正筹措350亿美元 但是战争可能性越发升高 乌克兰出口的古物 小麦 玉米其货 飙升到近期高点 还有许多人担心战争 黄金的价格也在升高 不过分析师说 乌克兰毕竟与国际市场连接性较低 但日渐仰赖国际市场的俄罗斯 与欧洲的交易量占所有交易的一半 如果真的遭到西方国家经济封锁 加上商品恐怕就要空一半 俄罗斯威胁克里米亚与乌克兰经济 国际舞台再度与欧美刚上 能够在代理战争中得到什么 就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人的生存之道了 乌克兰情势相当不明朗 使得欧美国家忧心忡忡 欧盟会议国外交部长 紧急集会在布鲁塞尔共産对策 而美国则是派调派第六舰队 前往黑海西部海域征收情报 以防万一 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情势 是后冷战时期头一招 各方都应该理性面对 否则必定会酿成大祸 好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 转移到朝鲜半岛 来看看金正恩最近的军事挑衅行动 也会受到乌克兰情势的影响 国际媒体都以比较小的篇幅 报道北朝鲜的飞弹发射事件 在过去的五天之内 北朝鲜曾经朝向日本海 发射两枚飞弹 目的就是要背个美国和南韩的军事演习 而这两枚飞弹 并没有立刻拉升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 但是金正恩有没有后续的动作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除了这起飞弹发射事件之外 北朝鲜和日本的接触 倒是值得观察 日本红市智会和北朝鲜红市智会 在中国沈阳某家饭店举行会谈 列席的还有双方的外交部官员 因此这次接触被解读为 日本和北朝鲜 打算结束一年四个月的互不往来 重新开启双边关系 很明显的这次会议 是金正恩尝试突破外交孤立的努力 而为什么会找上日本 日本不是北朝鲜的仇人吗 原因是安倍晋三的极右派思想 和美国总统欧巴马格格不入 而且安倍晋三和南韩中国 都有很严重的倒退主权争端 因此金正恩才选择在这时候 和日本亲近 希望能够有所斩获 进了突破外交孤立的困境 北朝鲜专出自豪的飞弹 向美日韩互别苗头 南韩国防部表示 三号清晨六点 两枚飞弹由江源道的原山一带升空 最后落入东北方500公里海面 同一地点在2月27号 北朝鲜军方 轰出四枚大口径火箭炮 平壤五天内密集展示火力 看似没造成有形伤害 却害得南韩股市应声下挫 连一海之隔的日金股市 也因为北朝鲜与乌克兰情势 倒盘市场低开震荡 北朝鲜は航空宣言区域の事前設定や 各国の関係当局への事前通知を行っておらず 今回の発射は推定落下地点付近を航空する航空機や 船舶の安全確保の観点から極めて問題のある行為であり 私たちの安全確保の観点から極め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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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鲜强调是例行防御操練 北朝鲜强调は、北朝鲜强が行っている 而且平壤和东京都派出 科长级外交官与会 可见两国都很重视 日本与北朝鲜 能不能打破双方中断16个月的 政府间往来 未受各界关注 北朝鲜特务人员 曾在1977到1988年间 多次在欧洲及日本 挟持日本公民 押回北朝鲜逼供情报 或者带到间谍学校教授日语 这种绑架问题 在2002年日朝高峰会上 得到北朝鲜官方的承认与道歉 能不能将失踪日本人 巡回反国 一直是历届首相关心的议题 此外这次红石智慧协商 讨论主题是留存在北朝鲜的 日本人遗骨归还 以及安排遗族扫墓 日本媒体分析 北朝鲜提议磋商 尝试接近日本 是因为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都掉入冰点 因此平壤必须与其他周边国家交好 打破孤立局面 除了拉拢日本 北朝鲜也不忘怀柔南韩 时隔三年 北朝鲜总算同意举行朝韩离散家属会面 失散已久的家人都眼眶泛红 心中感慨万千 姑且不论平壤这举动 背后用意为何 可以确定的是 北朝鲜动用政府与民间力量 穷兵独武同时 也不忘打破艰困的外交局面 北朝鲜如果和日本走进了之后 那么南韩的压力就大了 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 会不会因为日朝关系的改善而起变化 值得我们继续追踪与观察 最后我们来谈谈日本传统的女儿节 每年的3月3号是日本的女儿节 顾名示意这是一个属于女孩子的节日 虽然这个节日不是国定假日 但是家族成员常常会团聚在一起 祝福家中的小女孩 希望她们能够平安长大 而蛤蜊是女儿节最象征的事物 因为蛤蜊是由两个相同的壳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象征着女性对爱情的专一 重视传统的家庭或神社 会在这一天摆设穿着美丽的天皇 皇后宫女等人型娃娃 因此这个节日又被称为人偶节 日本人相信疾病或怀孕都会转移到人偶上 因此这种人偶的摆制 颇有消灾解恶的含义十分特别 日本千叶县一处神社的石阶梯 淹没在一片可爱的日本人偶当中 每个娃娃都梳着整齐的日本发迹 身穿传统和服 神社六十个石阶梯 秘密妈妈摆满了一千三百个人偶娃娃 因为这是日本女孩专属的节日 女儿节的重头戏 日本千叶县圣浦市全是陈列了两万三千个人偶 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人偶娃娃的天下 路边的一只便梯或是寺庙商家附近 人偶随处可见 数量远远超过当地两万人口 日本各地都有大规模女儿节人偶展出 但是圣浦市最特别的一点 是在于使用于祭典里头的人偶都不是新品 而是来自于全国民众的捐赠 民众将自己珍藏舍不得丢的人偶捐出来 这些环保爱心变成了圣浦市短短半个月展旗 吸引二十万到三十万参观人潮的利器 传统的女儿节习俗每年三月三号父母会在台阶上陈列人偶 借以表达对于女儿平安健康长大的祝福 以最豪华的七层台阶人偶展示来说 从最高层开始会陈列身穿衣冠束带的天皇 穿了厚厚十二层单衣的皇后 以及宫女 乐队 随从 仆人 嫁妆 和交通工具 一般来说 布置在七层台阶上的人偶 往往可以高达十五个之多 对于日本来说单树是极树 因此单树 三阶 五阶和七阶的人偶 陈列台最受欢迎 以最豪华的七阶人偶陈列台来说 造价动辄高达四到十五万台币 全国从寄附业集团 展示 飾饭 人物的供业 原本是徳島県平成元年 开始的祭祀 十四年前 千叶县的圣谱是因为收到得岛 所赠送的七千尊人偶 因而开启了祭祿的姻缘 现在全市年年举办这个环保活动 就连距离市中心十公里的小学 也在窗边 在学生的鞋柜 在各个角落 陈列着所有父母 对于子女的阴阴期望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